淡水传统菜市场每天早上人几人的情况时常上演 因此成为了小偷一下手行窃的场所 上个月底就有一名妇人皮包被窃贼偷走 现在警方除了已经锁定两人一组的窃贼之外 也提醒民众进出人潮比较多的场所 一定要把这个携带财物的包包放在视线范围内 才比较不容易被爬走 淡水传统菜市场每天上午都会有许多婆婆妈妈来到这边采购 过去数十年来也形成菜市场的传统文化 不过在这清水街小小的一条道路里头 每天都会有许多采买人潮众多 人几人的情况时常上演 这也就成为小偷下手行窃的场所 上个月底就有一名妇人皮包被窃贼偷走 画面中小偷看似早已盯上目标 不到三秒钟就将妇人的皮包给偷走 现在只要偶续来到续场的民众都会将自己的皮包来看紧 对就是夹紧一点啊 然后要买什么赶快买赶快走 所以你的包包是都是会用哪一种方式去背 我就就是这样子斜背侧背这样子 背在哪个方向 就背在身上这个方向 前面这样 对对对 因为我背偷过好几次 以前用背的时候会被割掉 会被割掉 监视器画面中的灵性妇人在挑水果时就被一旁的窃贼偷走钱包 损失五千八百元 而其他的民众说自己曾经也在菜市场被偷过 现在都将皮包看紧 警方除了已经锁定两人一组的窃贼之外 也提醒民众进出人潮拥挤的场所财务一定要贴身 携带包包必须放在前方或者是视线范围内 因为现在连关也将近了 那因为现在最近还有一些市场民众的包包背来很轻视 那这边警方呼吁来请大家在上市场的时候 包包尽量背内侧 尽量不要靠近这个人群 我们这样往内侧背 就是譬如说我们左边的包包 在面向道路我们去背道路的内侧 然后尽量把手放在自己包包里边 随时注意你左边或身边的人 警方表示窃贼最常下手的地方都是拉链没有关 或者是包包背在后方侧边的民众比较好下手 而最好的方式就是将包包用腋下来夹住 并且往前背 在挑选商品时也将包包放去在身体前方 才不容易成为窃贼下手的对象 而现在年节也快到了 民众到菜市场或者是人多的地方 一定要注意自身财务 以避免成为小偷眼中的肥羊 记得许端一带出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